好门经纪当然呢还是要送父亲节礼物 下周四呢就是父亲节了 有没有想好要买什么礼物给爸爸 最近百货就趁着父亲节大打促销战 还送出了五花八门的满额礼以及来电礼 不过百货业者也说 民众买父亲节礼物时还是以实用的商品为主 像是家电3C产品很受欢迎 犀利的刮刀流线型的外壳 不少人爱送电动刮护刀给爸爸 这次厂商加了点巧思 只要换个刷头就是一个洗脸机 这层的话它这边有两个小袋 可以装一些比较贵重的皮夹 强调使用的公事包柔软的皮质夹层又多 另外还有时尚耐摔耐压的太阳眼镜 选购父亲节礼物要让爸爸兼顾礼子还有面子 今年父亲节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吗 像刮胡刀啊然后按摩椅啊 觉得比较用得到 而且会觉得买了就比较不会那么觉得浪费 应该送爸爸一只手机 那父亲节的部分因为大家在传统印象中 对于爸爸来说其实爸爸都是比较务实的 所以基本上大概也就是像是保健的健康的家电 然后或者是像是一些3C的产品 父亲节当期瞄准女性顾客的心理送礼之外也要为自己带个礼物 像是来店里改送卡通玩偶公仔首波5万只全被抢光 还有满额送回馈金吸引民众前往消费 消费买千元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来抽进口的一个房车 那像这个房车下值就将近82万 距离父亲节剩不到一个礼拜 业者从3C用品到生活家电通通都有优惠 要为下半年市场暖身活络上半年 因为闷经济而买气欠佳的消费市场 有点TV 林天佑 李子萱台北报导 有点TV 李子萱台北报导